哈喽 大家好 我是在泰国曼谷教授的董董 关注我带你了解新兴有趣的泰国 我现在呢是在泰国啊 在泰国的曼谷 现在在喜龙商业区这一边 现在是晚上的 7点16分 是晚上的7点多钟了 然后现在的话呢 这个这一边的话呢 陆陆续续的人也出来了 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多 因为喜龙这条街的话 在以前疫情之前的话 人满为患有很多人 然后走过来的话也是桑桑两两 然后很多的grab 就好像国内的那个 饿了吗 美团一样的啊 就是这边那种grab 就是外卖嘛 现在肚子有点饿 今天今天只吃了一顿啊 就是很饿 然后我想去吃那家中国餐厅啊 老三东 是中国餐厅 那我们去看一看 他还开不开 因为我很喜欢吃 哎 我的天哪 关门了 本来以前有家老三东 就是中国餐馆的很好吃 我本来想来打卡 再吃一吃的已经关门了 哎 这里 这家以前本来也是个药店 也关门了 这里 这个也关门了 那 我们去吃什么呢 去吃肯德基好了 那 里面就肯德基啊 因为很饿 也 我也很久没有吃肯德基过了 这个肯德基啊 那在泰国其实卖的还挺便宜的 我们可以看到宣传当上啊 这是一个快餐了 不是经常吃 但是我们来看一看 泰国的肯德基和中国的肯德基怎么样 因为在泰国肯德基可能会比较实在啊 大家来泰国的话很有可能也吃过啊 那我们进来看一看 人也还是 那我们点餐的话呢 就在这里点就行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里有一些套餐 你不会英语也没关系啊 他直接有套餐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 有99元的套餐一个汉堡包薯条可乐 然后149的比较推荐 他有什么汉堡包薯条鸡腿鸡翅 然后一杯可热啊 也就30块钱 能吃到这么多很划算了啊 那我今天就吃那一个吧 其实你一个人也可以吃 那个汉堡包薯条可乐99株 还有米饭套餐 其实9株可热20块钱这样子啊 那我们来点点看吧 我们走 我们看这个已经好了 我还没刚刚拿过来 打开看一看吧 还是很实打实的啊 很实打实 一个 鸡腿这么大块 然后两个小鸡腿 一个汉堡包 然后一袋小薯条 可乐 诶是不是很好奇 为什么可乐是空的呢 方范茄酱也没有呢 就在那 因为这个是自住的 我们看到那边没有 对就在那里 是要自己去 打的 他就给你个杯子 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我们去吧 我们看这里 大家自己在这里装这样的一个可乐 他有百式可乐 这个是没有糖的嘛 然后 没有可口可乐 为什么没有可口可乐 还有美年达 其实你想喝完了可乐 再换美年达都是可以的 就你自己想怎么喝就怎么喝吧 那我还是比较喜欢喝可乐 我们来一点可乐好了 然后 在泰国你一定要先加冰 这是冰块 好 加冰 他的冰块就会跳出来 满满的冰块 太多了 然后加上可乐 加上可乐 哦 现在的可乐就很多了 好 然后呢 在这边 就是 番茄酱 一些酱自己自助 这样子就好了 其实在泰国 这个肯德基还可以的 他有麦当劳 但是我上次就吃过麦当劳嘛 麦当劳还是有点贵的啊 不是很划算 肯德基比较划算 太可了 喝点可乐 然后刚刚看了有这么多 这样的满满的一些肉吧 鸡大块就这么两大块 我不知道国内要多少钱 这种鸡块啊 然后还一个汉堡包 其实我也很少吃在国内的时候 因为肯德基嘛 也算在泰国也是一种快仓 就是什么人会来吃呢 就是可能比较匆忙了 没有时间去吃正仓啊 当然了就是 在这个 比如说就在洗龙这一边 那边有一个步行街啊 那晚上呢也有夜市什么的 就是一条小吃一条街啊 有猪脚饭啊 一些泰国的小吃啊什么的啊 那有些人也喜欢吃那个 那个的话就是 四五十猪六十猪这样子啊 换成人民币的话也就十块钱左右 这个呢又稍微贵一点了 这个是149猪要三十块钱左右这样子 这味道可以啊 蒸汉堡包 蒸汉堡包 这也是一块大大的鸡肉 要不要咬一口 好吃吗 我其实挺喜欢吃汉堡包的 我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吃这种快餐啊 那等等呢也不是说经常吃啊 就是可能 两个月吃一次啊 不会经常去吃 其实我今天本来要去吃那个老桑东的嘛 因为他 可能因为疫情的原因就关门了 很多 因为这个对泰国的影响也挺大的 就本来这条街的话 人来人往本来有很多 但是我刚看到那边有一条 酒吧一条街啊 已经营业了 但是就看了一眼 基本上是没有人 他是开开门了 但是基本上是没有人在那里 店里的 然后在过去的那个 如果你来过泰国来过这边的话你就知道 那里有一个那个 巴东 喜龙夜市啊 那一那条街 之前是冷满为晃 就指都指不进去的那种 现在就干脆就不开了 现在干脆就不开了 然后大家知道 这条街上有很多的那种 按摩店 泰式按摩店 也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生意 嗯 先提个 说个提外话啊 就是 像说到这个了就是 什么时候能够来到泰国旅游啊 但是 昨天 昨天是前天啊 有46名还是多少名 中国 特殊观光签证 已经抵达了泰国曼谷了 今天已经开始进行隔离14天 这样子 然后26号吧 好像过几天 还有一批中国游客会过来 它是一个特殊的那个 莱泰特殊旅游签这样子 不知道有多少人 但是这种还是面对的 要求比较苛刻啊 如果说 要来自由行的话 也许要等到明年 我觉得是要2021年之后了吧 其实 现在的话 在国内旅游也挺香的啊 也挺香的 如果说你想来 你可以看董董的视频啊 董董呢 会 持续的更新啊 让大家了解 实时的 在在的泰国啊 新鲜有趣的泰国 我这可乐快喝完了 我等会去 换个味道吧 换个美年打 其实这个挺好的啊 上次我在普吉党 其实我不知道是自助的嘛 然后他 我要了一个大杯 我的天 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杯子 其实没有必要要大杯的啊 就是这种小杯子 你喝完了多去盛几次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要说一点就是 泰国这些商店有一点挺好的 你看到没有 那里都有插座 就是插牌 一周都有 就是 咖啡厅也有很多店都会有啊 然后就其实就是一个细节了 一个细节 就是我们就手机可能会 没电了嘛 那来出来旅游 或者在外面没电特别麻烦 可能充电宝也没有带对不对 那可能你带数据线 那然后这里呢 就可以给你免费的一些充电 因为有些人把这种 快舱店啊 当做他的学习场所 对吧 有些人会在这里 坐在这里看书 或者下午在这里 啊 外面太热了 进来休息一会儿啊 刷毁朋友圈 这样子都可以 然后就可以充电 充电脑在这边 娱乐办公都还是很OK的 我感觉这点真的是不错的 你觉得怎么样呢 好啦 今天的这些视频呢 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看了泰国的肯德基 和中国的肯德基 有什么不一样的啊 那 你要不要来泰国吃一顿肯德基呢 那 董董的视频呢 只要是分享 这个 泰国的工作生活啦 带你了解新鲜有趣的泰国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个赞 点个关注 收藏 最好还可以留下你宝贵的意见哦 好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